我们看到马总统昨天参加了访国光石化的参会 却被呛吓长达20分钟 而当时在台上的主持人是彰化一届的代表林世贤 他说在活动之前就已经告知了总统府 如果马总统要上台自责的话 就要签署推动停止推动国光石化的承诺书 但是昨天晚上总统府是表示 这主持人林世贤根本就是公开的说谎 因为要公开这个电话录音的内容 所以原本传出总统府打算对林世贤来提告 不过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是不告了 马总统被呛吓长达20分钟 台上这位声嘶力竭的主持人 彰化一届联盟代表林世贤 让总统府很有意见 因为林世贤一度表示 邀请总统出行活动前就已经告知总统府 如果马总统要上台讲话就必须签署 停止推动国光石化承诺书 但总统府强烈反驳 批评林世贤公然说谎 应该公开电话录音内容 你那个会议程序其实也讲得很清楚 总统来就是 不是府方来 我们原则上是不让任何政治人物上台 直接公布前一天和府方协调的录音内容 可惜电话那一头总统府没有正面回应 谁对谁错很难判断 不过林世贤还是在脸书上公开道歉 我的承诺是要先签署 他没有签署 整个情绪 在场的情绪 主持人也不应该受到底下的人的情绪影响 做不当的发言 我郑重的向在场的所有的朋友 还有马先生道歉 但既然以前道歉 我想就还是回到那个议题的本身 外面传言要提高的事情并无此事 就算双方战时收兵支持者加油声 涌进林世贤脸书 有人说从他身上看到一位尊严与骄傲的台湾人 还有人说林世贤用坚定的语气 让马皇夹着尾巴逃走 要给他按一万个赞啦 健康餐会成了呛马大会 总统盯上主持人双方户杠 史无前例 三天十五许书维台北张话 做头报道